中国农村各方面的条件虽然没有城市发达 但是却占了接近自然和物产丰富的鲜铁优势 农村的大山中总是藏着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山珍野味 近些年来才逐个被人们发现 并且在市场上卖出了高价 养赌军就是其中的一种 养赌军原本只是分布于农村的一种野味 在近几年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如今的养赌军已经成为了一种畅销外国的世界级山珍 随着人们的大量采摘和索取 野生的养赌军在农村已经不多见了 为了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这几年国内多个地区都陆续做起了人工种植养赌军的生意来 都知道与野生的没法比 人工种植的养赌军为啥还能卖这么贵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养赌军的种植面积还远远不够 2016年我国养赌军的种植规模为2万多亩 虽然总面积看上去还算可观 但是全国范围内看仍然少得可怜 近几年养赌军的种植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两年的养赌军种植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浙江庆元农村的一亩地成功产出了300斤的养赌军 按照800块一斤的市场价来计算 这要比农民种粮食划算得多 如此赚钱的生意为啥国内还少有农民种植养赌军呢 东航的朋友都知道养赌军是出了名的男子号 养赌军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土壤温度都会对栽培结果产生影响 再加上目前国内的养赌军种植技术还很不完善 同样的菌种同一块土地 种植出来的养赌军都可能有明显的好坏之分 农民却往往弄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成功种植养赌军之后的收益很可观 但有的收益是估算出来的 一年的成功并不代表每年都有这样的好收成 况且养赌军种植失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只是这些大面积亏损的势力却缺乏相关报道 受过度宣传的影响 很多企业和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 盲目成片栽培养赌军 在栽培不成熟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方面的预防不足 很多甚至血本无归而蒙碎 这样的结果和那些盲目相信制服金的农民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 虽然养赌军种植的前景十分广阔 但是农民如果没有完全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就贸然开始种植 也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 很多农民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才迟迟不敢发展养赌军的人工栽培 关于养赌军的种植 你还有哪些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